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姚 我們現在要來打鐵石如鋼的大岩土 那現在帶大家來解全岸成就齁 那全岸成就的話 不免俗的就是用 新一代的暴力突破卡片了好不好 就用我們的殷奇都來為大家解成就這樣子 好那我帶的五星卡是江城齁 如果還不知道的話 他叫江城我現在告訴你 他是仙劍合作系列的 好那有沒有他沒有那麼重要 你可以換五星任意角色去代替齁 好這邊我們的 我們第一關我們先疊一下雙指的倍率 應該是不至於帶走啦 好我這邊帶了巨蟹齁 因為我想要直接破他的弓錢 欸結果我直接帶走了 好沒關係慢慢磨 好這邊的話就 他沒有手銷進任何東西啦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就慢慢跟他耗就好了 光鼠的傷害減至25% 可是我們這邊沒有任何光鼠 所以影響不大 欸又直接帶走了 雙指倍率也剛好滿了 好接著這一關的話 火鼠傷害 減到5% 好我覺得最大問題應該是這一關的 這一關應該要磨些許時間吧 好這邊是強化盾 好沒有消到強化他會反彈 不過也沒差啦 欸因為你殷齊都這樣轉 你有轉到那個左右直行 他就是會掉心強化下來 那心又有兼具齁 好這邊應該是最花時間的部分了 好這邊應該是最花時間的部分了 那被打到之後會有自命步伐3000 這個我們就是 欸五波齊 呵呵 好像也沒差 就就 就給他扣啊 我們只要顧著回血就好了 好那這一回合我們把他空轉掉 好這樣子 好這樣子的話自命步伐就不見了 其實本來就 也不用太去在意 那個自命步伐啦 因為殷齊都本身血就很多了 他該不會打我第二次又有吧 應該是沒有啊 沒有那麼過分吧 喂 哇會連續自命步伐的欸 開什麼玩笑 好啦所以等一下可能要花點時間 花點心思把他早日帶走啊 不然這樣子一直弄我 我實在是很頭痛 把他打我 那這邊的話就一樣把他弄掉 好這邊開個小爆發好了 不然一直在那邊 來這邊爆發一下齁 然後 開個兼具好了 那 再來就是 好啦應該是 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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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來 那就直接全力轉一波了 這麼討厭 第一次看到會 連續自命步伐的角色 這個看起來 不是一般角色喔 好啦這樣子 去 還是沒帶走 好吧那又被下自命步伐了 其實這畫面蠻好笑的 這邊就是比較花時間 這邊過了之後 就 沒什麼大問題了 這樣子 我們就算一直被扣也還好啦 不會說真的到有危險 這樣子 只有被打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其實也還好 好啦我們該結束這場鬧劇了 這回合把他帶走吧 這邊我還是覺得要轉大力一點 不然 怕怕的 好 然後這邊把殷奇都打開 胡石變回原本的樣子 然後 就是直接全力轉一波了 那這一波全力轉 我想一下 轉個三三排 來 轉這樣子 有點可惜了 九分王那邊沒有消到 好這邊順利帶走 接著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的話其實我們 剛剛技能也都洗得差不多了啦 對我剛剛雖然開得有點兇 但 也還好 嘿 就是那一條血都有慢慢再跟他磨回來 這樣子 好帶走 接著第五關 喔 第五關這邊的話就是 嘿比較麻煩的部分了 這邊的話我們先開一個 間鋸好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疊三層打開 那我們就從上面開始排 因為上面這邊是沒有被弄過的 排起來應該會比較順手一點 好那這邊的話就盡量去排那個 看得到的符石阿 主要是這樣子 好這邊一樣順利帶走 好 接著就來到王關啦 王關這邊的話就不用想太多了 巨蟹先給他吹下去 炸他 好然後再來開這隻 這樣子場上就沒有光珠了 那就是盡全力去轉 欸這樣差不多了 好 OK這邊就順利帶走啦 接著來到第二關 欸第二條血啦 第二條血 好第二條血這邊的話我覺得就是引爆 然後欸下一條 欸欸我再過一回合 會有任何東西跳起來嗎 沒有 那我覺得這邊需要開個龍客 欸對這邊左右也不會掉新珠下來 好這樣子 這邊龍客給他吹下去 因為少了左右的新珠了 好這邊的話 英奇D就順利臨時通關 那也解了全岸成就 給大家參考 祝大家今晚都順利臨時順利三成就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